Hello,我是我的 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 適逢新年 今集就拍一條新年的影片 我今天會去臨村許願樹 所以我住在大埔大 第一次新年去臨村許願樹 泡泡碟 片尾還會回應近日的小風波 好啦,馬上出發啦 GO! 到了這個臨村許願樹 因為新年的關係 有很多活動 有些市集 有不同的日子 好像也有些表演 我們現在就找了一棵許願樹 去寶蝶碟 這麼熱鬧 到處都是人籠 現在正在排隊賣寶蝶碟 有很多檔案,但也要排 你打算買什麼? 最經典的寶蝶 很熱鬧的寶蝶 是不遲抓住的 幸好我打了新聞 如果不明白怎麼做 你可以問工作人員 他會很細心地教你 這裡是這樣的 有一個桿子,有一張紙 有一個絲帶 這裡是幫人寫旗後的東西 還有你選擇這個 不是很大份嗎? 有這個英文翻譯 你是否想全部都選擇? 不是 有點不需要的 買完就要去排隊借筆寫 所以大家記得帶定不去 現在寫完和剪完就綁一個結 將這個桿子大桿子綁下去 我要綁一個很細心 好緊張,不知道我要扔多少次 雖然我是住在大澳 但我第一次進來林村 我是第一次扔這個海軟樹 不是,海軟樹也有進來 但沒有扔過而已 吃東西吧 有嗎? 這個就是大名鈴鈴的海軟樹 當然它不是一直以來有放到海軟樹 大家知道因為以前那棵已經是負荷太重 所以就出了另一棵 現在這些蝴蝶,這個筋也是一個膠的筋 放下去 大家都很努力地把願望拋上海軟樹 扔上去就願望成真 而且好像說,扔得越高就越好溫 我們上床都很高 你夠不夠力氣? 我知道 我試試了 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了,真的不知道怎麼扔 你還看不見了 好像是直升機一樣 是嗎? 很多人都可以上去 我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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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頭半輩 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了 YES 三次了 可能這個浪很多,浪得住 所以扔上去 找個本身的? 有很多 他幫你擋住 所有的家庭在這裡 而且扔出去要向前扔 不要向前扔 想一個拋物 開心嗎? 開心 第一次試都挺有氣氛 這個就是這個很願望 如果你可以選擇買這些心心鎖 就綁在這裡 好 好了,我們許完奇緣福 現在看看有什麼吃 因為這裡有很多小食檔 小食檔 試試 好 最後選擇了好像這裡很有名的豆腐花 好 OK,我們走到哪裏 去那裏 好吃 真正的許願樹 其實是這棵 它在另一邊村口的位置 好了,已經祈福完畢了 第一次來臨村 新來的時候 我覺得氣氛都相當不錯 好,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丟許願樹 其實都 有一點 其實都挺好玩 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 祝福來的 幸運來的 希望大家新一年 都 有好運 好了,去完臨村 許願樹 回來回應一下 近日的一個小風波 試完 我就拍了一條片 就是去試吃日本過光龍的吉列豬扒 網民看完之後 就說明明是廣告片 你又扮指揮 她說 是不是餐廳要求我這樣做呢 正如大家看得出 這條是一個廣告的影片 但是餐廳是絕對 沒有要求我 要扮自己付錢 去吃餐 而賣廣告的 也沒有干涉我任何的拍攝內容 創作內容 所以我也想在這裏幫餐廳澄清 其實他們是沒有要求我這樣做 而我自己也沒有這個 辦自賣廣告的意圖 那為什麼會有打劫Caman這個環節呢 在我構思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就希望 不是只介紹餐廳的食物 我希望可以加多一點有趣的元素 在影片裡面 雖然我拍很多吃的影片 但我又不是一個純吃東西的頻道 那譬如你有看我吃的影片 也看到我有時候會加一些小遊戲 或者好像是跟上一個人吃什麼 我就去吃啊 或者抽籤買這些小遊戲 拿一個影片 那其實我純粹可能是想 希望觀眾看的時候 好像有趣一點 或者開心一點 那所以我在構思的時候 然後就想我有什麼元素 在創作上可以 令到他直接介紹 這個餐廳會比較好看呢 那我原意就是 真的單純是這樣的 那 但是 那個觀感出來 就不是那麼好 那 可能這個純粹是我自己覺得很搞笑 那這個的而且 它是我的疏忽 令到大家有負面的感覺 是我做得不夠好的 那為什麼要選擇 打劫CAMMAN這個想法呢 那是因為 有觀眾在前幾條影片 就建議重現這個經典主題 那所以我就把這個 建議主題加了入這條影片裡面 那原意就想著我做一下CAMMAN 因為他原本 沒有想過要出展的 那 他事前也是不知情 不知道會 拿強包這個舉動 那所以我就是 在影片前面也說 我猜他會找什麼反應 那在影片的結尾也結尾了他的反應 那所以我就是太專注 就是看他的反應那裡 就忽略了 原來 這個環節會令大家看下去 有其他的觀感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 是我疏忽了 沒有考慮得太周長 因為 正如剛剛所說 我沒有這樣的意圖 也沒有這樣的需要 也沒有這個任務 所以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我純粹是 覺得 有些可愛的東西 那很明顯 這個失敗了 因為大家 不是覺得很搞笑 那所以我和餐廳 從頭到尾都沒有意圖 要辦自廢 而在影片裡面 也有些廣貴元素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些 餐廳的旗子 那我也沒有說要遮遮掩掩他 收起來 我就是放在桌面 甚至拿他上手去 所以我沒有打算要隱瞞 這是一個廣告影片 而放一支旗子 或者有些廣告元素 那我認為我已經把整個產品 放在桌子上 跟大家介紹 那 但原來 那 那 這次發現原來這樣做是不足夠的 那我之後也會再檢視一下 就是可能以後再拍的時候 會多加注意 我想說回 一直以來都沒有餐廳要求過 我要辦自己付錢去買廣告 而就算曾經遇過一些 要我說一些不實留言的要求 我從來都沒有妥協過 選擇廣告方面 其實我都不是麻木地去 摺殺所有的廣告 我都會因應 即是考慮不同的因素 去選擇廣告客戶 那我也很感謝 一直以來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還有其實現在很多客戶都很好 其實好和不好的留言 都會由得我在影片裡面說 今次的回應說了之後 不知道大家會有什麼觀感 感覺 或者有什麼效果 但是 這個的確是影片製造過程的事實 也都想幫餐廳澄清一下 他沒有要求過我要隱瞞廣告 或者要我辦自肺 也都想跟支持我的觀眾說 你們支持的人 即是我 從來都沒有做過一些 我要辦自肺的行為 也都說回我從來都沒有刪除過留言 那我也會很尊重大家 在網上的言論自由 發表你們的意見 那至於為什麼沒有這些留言 那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也解釋不到 過了個幾星期才出發來說 那是因為 就是 開頭的幾天我都 就是 很迷惘 我自己也 就是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我自己也很亂 就是都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才好 那所以 之後就新年了 那就 適逢新年又拍了一條新年的影片 那在這裡 簡單回應幾句 那最後一次很感謝 一直支持我的客戶 和觀眾朋友 那最後祝大家 聾年快樂 試試順利 拜拜